在这个位于北非和中东之间的村庄 女人正在进行一场爱的罢工 她们每晚拒绝和老公圆访 原因可笑又可悲 几十年来 她们的男人整天闲在家里喝茶聊天 什么事都不做 就算是让孕妇流产 也不愿上山去单水 雷拉和老炮婶是这次罢工的发起人 在男人的心目中 女人是牲口 是负担 男人像对待驴子一样对待他们 老炮婶鼓舞大家团结起来反抗 雷拉也号召大家 绝不能让步 女人反抗的态度很坚决 晚上睡觉的时候 故意让两个孩子挡在中间 男人无辜殴打女人孩子 让他们停止罢工 但是女人打死也不妥协 男人们聚在一起商量对策 有人赞成继续打妻子 有人提出休妻 但有人指出女人也有苦衷 几十年来 有无数女人在单水的路上流产 如果能解决自来水问题 女人就不会罢工 可是村长对部长多次提过自来水的事 一直没有下文 阿伟是村上的老师 村长问她有什么看法 她说只要帮女人上山单水 再捐款铺水管就行了 让男人单水 在大伙看来是一种吃辱 所有男人一起围攻阿伟 因为女人的罢工行动 就是她的媳妇雷拉提出的 罢工仪式让阿伟一家人都受到牵连 老爸原本已经和亲家谈好女儿的婚事 可当对方得知 她儿媳妇雷拉在闹罢工对抗男人 在集市上当众提出退婚 连校长也警告阿伟 所有家长都在投诉她带坏孩子 如果阿伟继续教孩子 支持女人罢工 那么校长只能开除她 老爸支持儿媳妇罢工 但他希望阿伟能收敛一些 因为全家人现在都靠太阳 村里的男人扬言 要休了妻子重新再娶 长老也被人收买 情况对女人的罢工越来越不利 女人罢工的诉求 仅仅是不想因为单水而流产 为了彻底解决自来水的问题 阿伟来到城里找部长反应 可部长却说 村里的女人要了自来水 下一步就会要电 再下一步就要洗衣机电视机 到那个时候他们不会再洗衣服 也不会再做家务 而是天天看肥皂剧 你知道这要花费多少钱吗 这是什么鬼逻辑 看来部长是根本不想解决问题 女人的罢工是在必行